他什麼都用國安法 他自己都不明白國安法是怎樣的 國安法第五條是說 所有未告之前認定之前是無罪論的 就是說你未必犯國安法的 現在不是的 現在我們李家超 樣樣都用國安法去嚇人的 路縮者 你沒有地方給別人住 人家又因為找事做又難 根本付不起姜昂貴租金 就路縮街頭 要求政府解決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都說你會違反國安法 好像葉劉淑儀說 黃店最好不要做黃店啊 要不然可以違反國安法 我不知道好像袁爸爸來找人來買衣服 我賣給他 那我又是法國安法 這簡直是他們自己都不明白國安法是什麼的 無限大無限性 所以我們那位周大壯律師 他說給他擔保 但是這條件就說他 我們是民主女神 那條件就說你出去不准跟新聞界說話 他說有什麼道理啊 所以 新聞界問我 怎麼樣我告訴他 他就說我違反國安法 所以說我不擔保了 哎呀 這些簡直是一個陷阱來的嘛 是不是? 因為陷阱街頭的無家好規則 其實已經三餐陷阱 風餐陷阱 可能不知道那一天三餐飽不飽天啊 阿堅叔 已經是很可憐的了 就像那個鋼士說我們哪有力去違反國安法呢 如果吃不飽 走路都沒有力了 就怎麼會違反國安法呢? 都說了 總不知道你 他認為你就是搞事 什麼都是搞事 即使你說 喂 我兒子叫李家超搞事 為什麼要安兒子叫李家超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什麼都是搞事嘛 你莫須有來定罪嘛 不用的了 國安法 國安法 就是這樣啊 喂 一進到國安法 然後跟著就不讓你保釋 上庭 跟著就在那裡 大家 你有沒有錢請律師 你唯有去申請法門 法門現在呢 就衰到極了 自從有了國安法之後呢 根本就不是法門的 那 法門是怎麼來的呢? 在1997年 香港加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當時呢 林鄭月娥就是這個民政總署的處長 就去到這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說了 他說香港呢 我們就是有這個法門 因為為了不用給那些沒有錢打官司的人 沒有法律援助 他們讓他們含冤入獄 當時的林鄭月娥是這麼說的 但是 以後的法門呢 就是你只要合資格 你的案情是合乎這個法門接受 那你就可以自己在法門裡選擇律師 她的律師表格有一百二百個 那你說我想找這個 因為我值得信賴她 但是今天的國安法的法門是怎麼樣的? 所有刑事的律師 由法門批你 就請這個人幫你打 喂 喂 喂 法官也是你指定 檢控也是你指定 連到為我辯護的都是你指定 我找來幹什麼啊? 所以 那個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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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就九年了 就找一輛電單車的位 她不開法門了 她說 你跟我 我法官你指定什麼 檢查你指定 你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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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了 你指定 沒有 沒有 那些 你看 例如它沒有做到事情 這麼多人在露宿街頭 你都沒有反應 你沒有切白白去解決 那麼他們就向政府說出 這個社會露宿街頭 這個是沒有做事 它就立刻就找人騙著這些聲音 喂 國安法啦 國安法啦 以後不准再這麼做 就是這個意思 是啊 露宿街頭的國安法 這個真是一個香港 我剛剛講的現實社會的寫照 下一個話題 爺爺堅修不是講一講 你現在還沒講話題 它學出大陸嘛 你拿一張白紙出來 都要抓的嘛 違反國安法的嘛 白紙運動我什麼都不出色 我無聲控義都行 一樣嘛 李家超有養學養嘛 嗯 我說你教一下那些市民 怎樣叫違反國安法 你講清楚一點 那就是各樣的國安法 國安法 這個話題就很濃郁了 你看 它的行李在這裡 你七個人來抗議 那 還有很多露宿街頭又天天來抗議 那就是煽動市民 仇恨政府啊 違反國安法啦 嗯 明白 就是現在七個人 可能下次就十個人 再下次可能幾十個人 越來越多 那大家又看到 政府不做事啊 那麼多人都不去救濟啊 社會不好意思 那大家不喜歡政府 是不是煽動市民仇恨政府啊? 是的 這樣都扁損了香港政府的形象啊 這樣就違反國安法啊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邏輯啊 無限大嘛 什麼都說的嘛 所以我天天跟你們說 時早就說我煽動的了 沒什麼所謂啦 如果我命運制定是要坐監東樓 就坐監東樓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樣的道理啦 好啦 我們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就很重要的了 剛才這個電視台就說了 我們那個 習近平啊 還有這個和國的馬仔啊 就是金日成呢 那個他就在電視台說了 喂 美國整天派這個政策飛 環繞著韓國邊界來飛 還有呢 又在那裡 有很多在那裡 在韓國的這個軍營 是威脅到我們朝鮮的國家 他說如果我們可能會將美軍的政策的擊落 你們在那裡 你只要在我附近 我就覺得你好像這隻烏鷹 你來騷擾我 我就擊落這架飛機 並且會 我們的飛彈會對正美國的首都華盛頓打下去 這隻爛仔就是這樣的嘛 他不說理由的 他講什麼理由啊 他就說 喂 因為他收了人家的錢 好像那些人家的收索佬一樣 收了人家的錢 他就說 我就是要噴紅油噴食 你欠我 我不管你有沒有道理 你欠我債 你就要給 就是這樣的道理 這個很明顯的道理嘛 所以我們就看到 現在已經 俄國他的大哥已經生窮取信了 已經不能打了 就快輸了 那就唯有出那幫爛仔 所以 喂 跟著大佬找食 沒了迷路 肯定就一起發窮國的啦 是不是啊 好像中共一樣嘛 其實在那裡發窮 但是 因為小學雞是什麼都不懂的 他不知道 他以為自己 他夠膽 那些粉紅在那裡說 喂 我們用火箭去修復台灣 是天公地道的事 即使死一億五千多萬人 都沒有所謂 他說我們的火箭兵團是很厲害的 我們有存入很多火箭 我們可以蓋滿了 向台灣拼命 發射火箭 來毀滅整個島 流島不留人 等你台灣怎麼樣 但是 但是 說就算是說啊 小學雞又認為 他們的火箭部隊是忠誠的 是忠誠的 是聽完它說的 所以他就 整天都說 我有 後台就說 我有一支強大的火箭軍團 誰不知呢 那些 進入到火箭軍團的那些人呢 每個人都是大學生 每個人都有儀式 他們知道 你一發動戰爭 台灣 或者美國 就會將這個火箭部隊 馬上 毀滅了 他們就會受到毀滅的傷害 所以他們都說明 他們不會聽你說的 他們都不會忠心對待小學雞的 所以小學雞知道這個消息 很生氣 馬上將一個正司令 兩個副司令 拘捕進去坐牢 就想找回他 在廈門那些忠實的那些軍官來做這個火箭軍的司令 但是這幫人 什麼叫火箭 什麼叫動力都不懂的 那就是這樣啦 你們就可以想得到 現在大陸你以為真是很和平 軍人裡面 都很多不滿意的 你以為太差勁 你不懂事 你想了些東西 蠢到極 好像 他想了些東西 怎麼蠢到極 他說人民幣國際法 就被人抓住這個陷阱來騙他 他說好 又是人民幣國際法 我們跟很多國家就簽訂了 好像阿根廷 我跟他簽 你把阿根廷的錢給我 我給人民幣給你 大家貨幣互相互換 但是阿根廷呢 拿了他一千億的人民幣 馬上走去市場 馬上走去市場 包了他換成美金 就去還債 而你拿著阿根廷的錢 不知道怎麼用 因為他都不值錢的 他是公仔仔而已嘛 那怎麼辦呢 好了 連這個巴西都一樣 巴西又找他份 怎麼找他份呢 他說 喂 我現在欠美國一千億的美金大帽 美國現在迫我還 不然他要我的糧食給他 就不准出口到你美國 中國 好了 中國就說 好了 我借一千億美金給你還債 好了 巴西就將一千億美金還債之後 就跟中共說 那你給我買 拿回糧食的底數吧 不然我沒有錢還的了 即是要中共 用美金來買巴西的大豆糧食 這個就是這樣的道理而已嘛 因為他自己不會計算的嘛 他以為 他自己以為自己很聰明的嘛 他只是 尤其是那些粉紅的 什麼都不知道的 他以為 喂 得病病 去了沙地阿拉伯 探搬食用 那沙地阿拉伯 他說 當時他跟沙地阿拉伯說 我們用人民幣給你買食用 沙地阿拉伯的國王 連我都沒有說可以的 他們就說 喂 沙地阿拉伯 我承認在人民幣買食用 現在人民幣可以國際化 但是你知道嗎 沙地阿拉伯愛你的人民幣做什麼啊 沙地阿拉伯的人 個個都是買名牌 買 買成 難道那些人民幣走去沙地 走去你中國 買午餐肉嗎 買豉油嗎 不會的 因為人家不會用這些錢嘛 但是沙地阿拉伯 他們這幫中東傢伙也聰明了 因為他手上有這麼多美金 如果你人民幣化 我不用美金 那他手上的美金變成廢紙啦 那有沒有這麼蠢傷害自己的啊 所以沙地阿拉伯 你買的時候就給他了 你要我用人民幣報價 我就用人民幣報價給你了 但是你一買完 我就馬上跑去上海 有一個可以買回你中國黃金而已嘛 你怎麼樣啊 你信不信 又是被人找笨啦 小學家 所以小學家在想什麼呢 你真是想都想不到他去想那些東西的 尤其是大陸的粉紅呢 整天都說啊 喂 我們買了中共 美國這麼多美債 如果我們不買它的美債 不借錢給它 美國就滅亡啦 為什麼我們要幫美國買美債啊 他們根本連這個經濟的知識都不明白的 買美債就等於一些人有很多錢 又不懂得做生意 唯有全人民幣拿來息 拿來息 而銀行再將你 你存的錢去做別的東西嘛 賺錢嘛 美債就是這樣 美國用這個錢 跟你人民幣買這個不是你的 中國那些外媛來收購你 那它給你利息嘛 其實它給你利息 它將你的錢賺到更多利潤 這個就是那些粉紅色的東西嘛 美債美債美債就是這樣啦 你如果不買美債 你就拿著那些外媛放在銀行裡啦 又沒有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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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什麼都沒有 美國就說 現在美債沒有人買了 我會貶值美元 你收到那些美元就一直被人貶值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有什麼辦法啊 你是蠢 你是雞來的嘛 小鶴雞嘛 你連經濟都沒讀過 而且粉紅也沒讀過經濟 那就一直在亂說話啦